大家好 我是小屁 我們剛剛看到了台服第一位的齊天大聖 我也有這個榮幸 我們可以開這個齊天大聖的帳號來看一下 那目前看下來的話 我現在是一直被圍毆 那我把裝備全部把它給脫掉 你可以發現會被打到 但是是沒有音效的 齊天大聖這個變身 我是覺得他的攻擊跟他的被打的音效基本上是0 但是他是會有動作的 他是會有動作的 OK 那我們現在剛好在這個鏡子森林這邊 所以說等一下是可以看一下齊天大聖他死去的模樣 好 死去 可以看到齊天大聖死成一片 基本上這個很像是龍鬥士的死亡的那個特效 然後他的攻擊的特效的話 其實就比較偏向勞昂格林 但是一樣啊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是沒有那個的 他是沒有 音效的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有沒有 沒有聲音 所以說他打人跟被打他是沒有音效 這個是比較可惜一點點 所以說就沒有那個打擊感 對啊就沒有打擊感 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看一下他的施法動作 他的自己的那個buff施法的話是有跟上104 一個端火鍋的感覺 一個端火鍋的感覺 但是地上他是會有那個 法陣啦 還蠻帥的 接下來的話我們去看一下他的那個 傷害性魔法 他傷害性魔法一樣是沒有特效的 一樣是沒有音效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是有點像 那個叫什麼 龜派氣功感覺 而且在施展的時候他附近還會他身上的 身邊附近還有那個字啊 我目前只看到有天而已 他這隻施法的速度大概是20%左右啦 所以說他的那個動作 整個就很流暢這樣子 好 那他這一個是萬能的變身 他這個是萬能的變身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他拿 弓箭的時候的模樣 那目前看下來的話 齊天大聖就只有分近戰跟遠程而已 他沒有分說什麼 你今天我拿單手劍跟拿雙手劍 模組不一樣沒有沒有 他就只有近戰跟遠程而已 ok然後這個是遠程的 好那他沒有龍珠的情況下 他就不會有金斗雲 他就不會有金斗雲 然後其實這看起來就很像 金變的妖精 等我一下 好我們開射 好 一樣他的攻擊是沒有音效的 一樣是沒有音效的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之後就看那個 NC或是遊戲橘子 要不要加一些 不然的話這個打擊感真的是會有差啦 剛好有老安格林可以來比較一下 老安格林的那個戰姿跟大聖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們如果對砍呢 我們來對砍 喔對砍 對砍的話可以發現老安格林他是有聲音的 但是大聖沒有啊 但是基本上他模組是一模一樣 所以說目前來講的話就是 他的那個司法動作 然後還有三段加速的那個金斗雲 很帥 其他的話基本上就是其他的模組改下來的 其他模組改下來然後 然後很可惜的事情是他沒有音效 對啊他沒有音效 對啊OK 那就感謝台服第一位拿到齊天大聖的這個觀眾 文達啦 感謝感謝感謝 感謝感謝感謝 感謝感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